不会排队半小时游戏15分钟吧 诶当然又是雪人啊 这雪人上把的吗 如果是上把的他那他不跟我也一样排了这么久啊 诶没办法 武安我说实话电信局的 名列前茅了吧学们 好像我之前看到一个什么排行榜 前四名 邦德尔城 祖安黑色玫瑰 阿尔尼亚这四个都在里面 诶诶诶也去没啦 兄弟我这几个信号看懂了吗 诶没看懂 我为了给他点信号我的对线我都一直被消耗 差点这人还没看懂 这么离谱 我点了四个信号家里野怪没了 他还往前走 我还才点了两次正在上都让他去对面来 他给你真转移吗这是 我没有这个提醒他这波直接寄 弟弟也是一个刷子英雄 少一片野区玩不了吗 来突破突破突破往我这边跑 啊 OK 他在名列前方的高分段人都这么少 能解决现环境的会不会是何区啊 走 去,W,去自己给这个,二段W刮伤,他死了 焦山 哎呀,我藏尼2LT啊,完了 走了 不会吧 追到这儿来了,好闪,卧槽,给自己心态闪 哈哈 好累啊 恭喜 这种就不理智,兄弟们 你看到我了,我也知道你看到我了 我会原地不动,等你过来打我吗 这就是我平时为什么在野区,你们知道吗 我直接翻个墙,那些没有位移的,我会原地回城,因为如果你理智一点 你就会发现你追下去,我不可能会死的 你追我就跑,你不追我原地回城 对不对 这顶多就是那个追的人浪费时间 只有傻瓜 才会为荣誉而现身 不过还是 防部处有一些时候有一些满夫 这个就是纯满夫兄弟们 还以为他眼看到我,我会原地不会不动,等他 很简单嘛,你追我就跑 哎,好杀,应该杀了,但是你要走了,兄弟 宁斯 还要吃肚成吗 这么夸张 只有八九狐狸居上了 不相信啊这个人 OK,拿他这一条命换一个杜层 提醒是一定提醒了 设得太晚了 无处可藏 上单好像都很喜欢当机呀 单机游戏 没事,我们把经济亏损最小话就行 他死了300,我们吃了杜层175 费一半 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吃这个核心 如果他没吃的话 这核心我也吃不了,Lidia来了 浪费时间 我怪你吃了 我们不去韩服七天上网着 我去了呀 主播上了好两三个段呢 主播五六个小时 从转四打到了转二 50分,两个半段嘛 那我那个难度比较高 我上去就打大师中士局 钻石的时候高胜率 排的全是高分的 你懂不懂叫一周上千分 上王者 一周都在打 不是说你一个人打七天 连续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对吧 你得有人休息 有人打 你才是一个 没有停歇 一直在打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给我看 我也会有这个字 不是说有数的 人打的 我跟他那加热 上海坡这儿 他的进行 那个人 要皮 他这也会有些 领受 他 他 他 捐 他 好像有连输四把,你应该看少了,好像有连输五把 这个证明这个很难打呀 说说我当时魏魏我10多把,赢8场输3,4把,魏魏 哎,家族走了,四个人我操 你也跑了吗兄弟 这么狠 完了对面要吵架了兄弟们 四包二被反杀一个两个都跑了怎么玩 确实呢 他不是说韩服那个高分段的问题,是高胜率就是难打 一般高胜率防止队友一直送就是双牌,但我们这个挑战是单牌 都是单牌 主播主播最高分1200分 这个 基本操作 诶 诶 快乱挂到了 往后一个远程去威 那 还有 他们和我们相当 还是 有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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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 OK逼个闪就够了 这波翻墙过去 会被他抑倒 所以这没有必要了 他的一技能还捏在手上 咬手不干净啊莉莉娅 赤德哥给你多少钱 这倒无所谓 钱不钱的无所谓 凑个认导吧 主播接受这个挑战 我也没用大火的时间 主拍用的最休息日 周一的时间 哎呀不得了 他真的我哭死 干嘛 卧槽 有什么东西 叉了一下过去了 刚才那个露露 移动速度是多少 这不得七八百 我眼睛差点都没跟上 跑不了了 一个点了 二斗阿跟过去 直接收下人头 如果不死 我再一个W 兵一个死 救小兵借位 直接W 再刮一次 一个人死两次 怎么体验 受不了 不用怕兄弟 落手小短腿 我 他一会来我单手 我用键盘 或者我用鼠标 一边操作技能 一边跑兄弟 左键点技能 右键点地板 怕什么 别点 我都想不到一个落手 怎么抓到 中路这个线这么框的一个 难道 我能跑地方太多了 这个正中心 四个墙我可以翻 这个正中心 四个墙我可以翻 进入到野区 我有无数的墙 再来个蠢鸣血 现在我们可以无视这个 狐狸的一技能了 啊 why why 啊 龙被抢人还得留下吗 不是啊 那你人得留在这了呀 怎么能这样对我们打野呀 哎哟 我操接受不了兄弟们 狐狸一个QG能多少去 打我身上都刮杀 这都能抢龙 完了 打野心态现在发生了变化 多多少少少有点变化 没事把他一塔拔了 拔完一塔赶紧往前走 我现在有什么安全 哈哈哈 想杀我 我都不慌了兄弟们 OK OK翻一半看视野就行了 看视野有人打我们再往前走 没人打赶紧回来直线 翻墙翻到他脸上 不要妨碍我 翻墙翻到他脸上 哈喽 QAW 碰你上去就得交大兄弟一百秒之内你死吧你等着 压力老大了兄弟们 我现在啥也不用点燃大招什么都不用 我只要在他眼前他压力已经 鼠标都顾不动了兄弟们 很恐怖 我们现在直接直接预判 321翻到你脸上 一个A QA点燃我都不需要加速追上去 知道为什么吗兄弟们 省这个点燃是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的 WQA 打出向位的那一刻他魅惑我我会跟着他跑 魅惑魅惑 只会被他勾引了 那在解除控制之前由于我的加速太快了 我还是会追到他除非他交闪 这就是为什么打狐狸腰带向位们冲这个东西 非常好用 属于是一个counter的一个作用 太夸张了 狐狸和末日就不一样 末日是恐惧了往 往后退 狐狸是魅惑了 往前靠 A下翻走 一个凭AQ直接杀掉 哎呦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没大招杀不了你 我梦 现在你知道 打狐狸为什么带枪位了吗 我刚才说 这个符文counter狐狸 你现在信了吗 相信的把相信打在弓兵上 扣伯6也行 大刀加速回头反杀 巨围 嗯 压迫 打妖姬也来向威马 你不能这么算 每个英雄有每个英雄的特性 你要根据他的特性来 制定一个counter他的 打法 我可没说啊 我可没说啊 别套时候用完之后主播不是打妖姬也带相位吗 我用完怎么之后被他遛成狗了 我没说啊 别 别闹啊 他们活不长了 盛智兄弟们 你如果要单盾每个英雄提出来康特 每个英雄都赢每一套英雄的符文 你给他控起来 接控 爪刀接过去 QA 刮死了 商阳应该是二段R顶上去被控了 所以没顶出来 商阳应该是一件的 咖啡 不出口疼 又怎么会有这个 咖啡 又是什么 咖啡 又是咖啡 与你打得多人打得多人 那便是咖啡 这把刀 好像是一样的 又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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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刀好似是咖啡 有事啊 沒觸發 沒觸發都能跑 W 直接回頭你以為我要跑嗎 OK 好刺激 這狐狸為什麼跑的時候還說了一句好刺激 我聽錯了嗎 屁資獸 嘩 收走於刀尖之上 蘋果的� 이건跟上奪 entry來說毫無異異 哈 不要太过分了小黑子,弹幕上怎么有人说小好刺坤啊 这都能 我的妈 好刺坤都来了我靠 哎兄弟巧了吗不是,还算了 第一时间,我也没反应过来,空起来直接秒,这就是绕后的作用 帮我这跑,兄弟我在 一刀斩,走位扭一下好扭 往前,然后原地不懂,等他回来 知道为什么吗,兄弟们 思路要清晰 你是这个狐狸,你只有一段啊,你只有一个位移 而别人进了野区,诬陷的位移,你会怎么办 预判他啊过去 把预判我翻回去 他啊过来 我直接反预判他的预判 我原地等你回来,我直接不翻 都是高分段,跟谁玩新眼呢 哼 小吃了 你当我是年轻男刀啊 我怀疑你在炸狐,我炸狐无用提前跟你说吗 兄弟们,炸狐是什么,你先了解一下这个词的意义啊 他的一个意思 主播都提前跟你说 等他回来 他也确实被我预判到了 这叫意料之中 炸狐那个是对吧 自己都想不到,卧槽 居然 能这么玩 我提前跟你说了 这叫什么 未卜先知 不是这个叫做 遇到